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公园画卷观景台这里 现在已经是上午的10点左右 太阳也是刚刚出来 因为一上午一直都是在阴天 刚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说11点半左右到12点之间 这里要下雨 如果是要下雨的话 那么那条山路就更难走了 所以说呢 我们简单一个早饭 吃过呢 我们就要马上下山 下山以后呢 找个合适的地方呢 先找个地方把保陵杠先沾一下 把这个拿起来放到车上 走 往里点 这次下山 我们先走 看看这个坡 我们从山上已经顺利的下来到下面的一个停止区 这里面呢 有洗手间 我们把房车的水啊 全都补满 因为下一个目的地啊 也不知道去哪儿 一定要把水统统加满 豆芽 小豆芽 我们刚下山呢 在这儿加水的时候 还遇到一个我们威海的老车友 很巧 因为这个老车友 我们在家的时候就认识 好了 走吧 大哥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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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的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水也加的差不多了吧 91了 可以关了 九哥 能走啦 九哥 关水 再多一 九十九还得再冲一会儿 不用太满 因为太满的话 它顶上它有排气孔 咱们 我们现在啊 飞已经补完了 准备往特克斯方向出发 年王 能不能上里面点啊 啊 成天往我这一坐 你要能开车 你就开 我就不开了 去 去 一波三折啊 前往特克斯的路啊 又被冲毁了 刚才呢 有几个好心的司机告诉我们 说是确实是走不了 那我们现在还得改变路线呢 往那边走也过不去 那得往那走啊 特斯方向走不了了 我们还得改变路线 往拱流方向走 我们现在到达了拱流线的蝶湖公园 这个公园啊很大 环境也非常好 那我们在我们的房车后面呢 这发现了这是什么树 海棠 那我俩再尝一个 这是 这是这是啥 这是什么鬼啊这是 蝶湖公园的环境 非常的美 也是很干净 前方呢 就是蝶湖 在这里面住车啊 非常的安静 在我们住车的前方啊 还有一个很干净的卫生间 这个位置呢 就是蝶湖的一个观景台 下面呢正前方呢 就是蝶湖 一二姐 一二姐在做红烧排骨 我是顺着味儿飘过来的 做好了 在房车里洗了个澡 很舒服 一二姐呢 还有九嫂 KL 她们逛超市去了 刚刚呢 我给她们叫了一个外卖 水果沙拉 就是用新疆酸奶做的 我看评分比较高 一会儿就来了 等她们逛完超市啊 正好就能回来吃这个 水果沙拉了 我以为你不是那边来呢 从那边 那边是城里 我以为那边是城里 好不好意思啊 没事 多走了一个 好谢谢啊 好好好 看这是当地的水果沙拉 把它放到冰箱里吧 要不他们溜得回来 好不凉了 也不便宜啊 这小河38 满载而归啊 每个人都满载而归 哎呀 那我得接一把呀 那咋子呢 那提得不动 一人两大袋子 哎呀 哎呀 谁都提不动 哎呀妈呀 这个更重 哎呀 哎呀 你们扛个北刀吧 干啥呀 这个不花钱吗 哇要买的 我又没买呢 啊要买他没买的 哎呦 你那边啤酒啊 哎呦我天呐 我说可不要提了 没法淋了 我们来来 家里边淋 来给我来 没事 这块是吧 啊 这块是吧 看给你们买个水果沙拉 太好了 看看怎么样 太厉害的 对啊 亲爱的 鸡 鸡 哈哈哈 鸡 那么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这期视频呢 冰哥就做到这里 感谢您的关注 更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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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